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说菩提达摩是什么意思 菩提的本意是觉悟 达摩的本意是佛法 菩提达摩这个四个字如果直译过来的话就是觉法 可见这是一个道号 一个僧号 那么达摩是哪里人呢 这个在历史上说法不一意 如果你去谷歌百度 可能最常见的说法都说他是南印度人 属于沙地利的总姓 沙地利是印度的军事贵族阶层 所以相存达摩是相智王的三王子 也是这么来的 在唐朝的时候有一种观点 认为他是波斯的胡人 其原因就是说他是闭眼胡僧 就是他长一双蓝眼睛 其实关于达摩在印度的经典里 你很难查得到 因为印度是一个没有信使的这么一个国家 在英国统一印度之前 印度基本上是没有统一过 只有在公元前三百多年 阿裕王时期 孔粹王朝 有过一段一百多年的统一的历史 之后的两千多年 就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的概念 但是我个人认为 达摩应该是南印度人 原因有两点 第一 在东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 大部分来中国传法的 都是走的汉路 跟随着丝绸之路 经巴基斯坦 阿富汗 新疆 传入到我们汉地的 我们都知道汉明帝时期 白马 陀经来到洛阳 白马寺就成为了中国的第一所佛教寺院 这里需要说一下 说明一下 寺 这个词 其实最初并不是指寺庙寺院 是个宗教场所的寺院 不是这个意思 寺是一个国家机关 例如我们熟悉的大理寺 就大理寺清 他就是一个国家机关 三国时期 那个刘备昭秦的甘露寺 寺里不仅大白酒宴结婚 而且还藏着几百个刀斧手 随时准备杀人 可见 这也并不是一个佛教寺院 白马寺也不是 白马寺是一个国家级的翻译场所 负责翻译佛经的这么一个地方 后来修佛的人聚集多了 慢慢就成了寺 这个寺和庙是不同的 庙自古就有 里面供奉的往往是一个或某个具体的神灵或人物 例如什么土地庙 城隍庙 山神庙 铁枪庙 甚至还有家庙 跟寺是不一样的 另外一只到达中国的路线 就是从走南印度洋 随着季风漂流 漂到南洋筑岛 最后到达广州 走这条路线的人很少了 能够到达中国的几率也很低 目前我们已知的就是达摩是比较著名的 能够选择这条路线的 进入中国的波斯人的伊朗人的几乎很少 因为这时候 那个距郑和下西洋的年代 还有一千多年 航路不可能那么发达 造船能力其实也极差 只有南印度几率很少的船只 辗转才能到达中国 而达摩呀据说就是被他师父所嘱托 将禅宗法门带到中国去 当时被称为震担 我们知道复旦的这个前神就是震担大学 就是这个震担 而且还嘱咐他到中国的北方去 达摩到中国经过了三年的航程 大海茫茫 一片未知 哪里是中国呀 弄不好就漂到太平洋深处去了 我认为达摩是南印度人的第二个理由 就是达摩到达中国后 成为了求纳巴陀罗的弟子 学习伦嘎经 这里很多人叫伦且经 伦嘎经 其实应该叫伦嘎经 并且达摩之后传的也是伦嘎经 很多人都不知道 这个伦嘎经是什么意思 但是看武侠小说 应该听说过张无忌练的九阳神功 其实就是来源于这个伦嘎经 那么伦嘎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斯里兰卡的意思 如果你知道懂英文 斯里兰卡 兰嘎就这个意思 印度南端的一个独立的岛 叫斯里兰卡 目前那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 继承了原始佛教的国家 伦嘎经 其实就是用斯里兰卡的佛经 来源于印度南部 所以很有可能 是来自斯里兰卡的达摩 说伦嘎语 而变得很自然 也就说得通了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这个达摩的形象 是一个大胡子大叔的形象 其实达摩来到中国的时候 据他说已经是150岁了 他在汉地待了16年 很多人也许会问 一个印度人来中国生活 语言不通 那时候会有很多麻烦 其实这是不了解 当时中国南北朝时期的 国际大环境 大家都知道 那个大航海时代 基督教文明发现了新大陆 然后资本主义兴起 其实在五世纪的时候 佛教东传 那也是一样的 轰轰烈烈的 由于印度几度被征服 什么希腊人 安息人 大肉汁 到了基督王朝时 印度的婆罗门教就再度兴起 并不断向现在的印度教转变 北部的波斯人兴起 他们现在是那种拜火教 这就是当地的佛教信仰 不断地向四周扩散 这就形成了佛教北传和南传 百年来 有大量的僧侣来到中国 一个寺院里出现几个 高鼻深目的外国人 非常常见 而且中国经过了 三国两进的酝酿和积累 佛教的信仰在中国 成几何倍数的爆炸式的征扎 大家都知道梁武帝 那是南北朝时期 登峰造极的时刻 自称是三宝奴 就是他是佛法僧三宝的奴隶 四次舍身入寺 结由国家出钱赎回 不是那个杜牧有一句诗说 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吗 其实梁武帝建的寺院 比这个多多了 据后来统计 梁朝建立的寺院 可以考察的就有2846座 僧尼超过了83000多人 这还不算那些俗家的信仰 历史上对梁武帝 有很多的评价 尤其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 被无神论教育下 基本上都是贬的多 包的少 我看到很多 其实很多情况下说的不太客观 梁武帝萧眼 其实是一个非常聪明 并且有道德的人 他自幼就是学习儒家道家 多才多艺 学识广播 政治军事才能 在南朝的诸多皇帝中 堪称翘楚 梁书记载他 六亿背贤 齐登一品 阴阳伟侯 补士战爵 并惜称算 草吏齿毒 骑射公马 莫不其妙 但是他到了五十岁以后 突然人生开挂了 就开始痴迷于佛教 舍身同太寺出家 要国家和群臣拿一亿钱 给寺院输他回来 而且不是一次 是四次 第三次要了两亿钱 第四次要了一亿钱 这就造成了梁朝的国力日衰 僧尼十万中 那个时候 有十万多人 可是不从事任何农业生产的 他们每天就是念经 翻译经书 和做各种宗教活动 这也就是有了后来 为什么梁武帝把肉作为昏 不让生地吃的这么一个主要原因 因为生产力不行了 佛教在之前是不借肉的 由于生产生活的负担 光吃肉不干活怎么行 那以后咱首先就不吃肉了 那么梁武帝为什么这样子呢 有个人信仰的原因 还有就是一个关于 宗华正硕的这么一个问题 有这么一个说法 叫做迎祸入南斗 天子下电奏 迎祸星就是这个火星 在中国古代的星象学里 火星是凶行 主战乱和死亡 迎祸守心 或者迎祸犯南斗 就预示着帝王之灾 帝王要下台 当时梁武帝的时候呢 正好出现了这么一个天下 梁武帝为了化解这个天下的灾恶呢 对应这个天意 他就特地搞了一个 这么一个仪式 一个活动 光这儿讲 从这个龙椅上跑下来 在大殿外面跑了几圈 结果不久以后传来消息说 北方的北魏孝武帝 被高欢逼得西走关宗 然后又被这个郁文泰 独酒给要死了 北魏从此分裂为东西魏 又很快被北齐和北州所代替了 得知此事的梁武帝就是非常愤怒 那自古以来 这洛阳就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那个绑着辫子的那个葫芦 它也配应得了这个天象吗 坚决反对两个中国 必须集密团结在 以梁武帝为核心的汉文化周围 那么到底谁才是天子呢 有南北朝谁是天子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北方佛教的发展 其实远远比南朝还要兴盛 我们都知道中国著名的这个石窟造像 云港石窟 龙门石窟 我去过 就是当代人见了 见过这么多世面 我见过很多 去了还是觉得很震撼 那可是在北魏校文帝时期见的 那时候流通的佛经 共有415部在北方 1919卷 有寺院三万余座 僧尼超过200万人 几乎成为了一种全民的信仰 加上北魏校文帝的一系列的汉化改革 佛教对于稳定的社会秩序 在一个北方少数民族融合的大背景下 它能够凝聚共识 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北朝和南朝争夺政治文化层面的正统地位 佛教成为当时南北方普遍信仰的宗教 谁成为了佛教的圣称 谁就在这场竞争中 就有了更多的话语权 人心所向哪里 哪里就有自己的祖国 这也就是梁武帝 为什么推崇佛教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一点我看很多人都没有提出来 梁武帝是寺庙也有了 僧众也有了 就差正统的佛经了 我前面讲过了 大部分佛经都是从丝绸之路过来的 流传到南方的佛教的经书就已经很少了 即便有也是一些分支 就在这个时候 达摩从广州来了 梁武帝一看 这个就是那个释迦摩尼真传 真传弟子第28代传人 披着木门袈裟 拿着紫金钵鱼的人 这个一定是能够给我们带来的真经 就赶快安排 这才引出了达摩见梁武帝的千古去谈 话说梁武帝见到达摩 有这么一段对话 问了五个问题 非常精彩 这个帝问曰 朕继位以来 造势写经 度生不可圣迹 有何功德 祖曰 这个祖就是达摩 就并无功德 帝曰 何以无功德 祖曰 此但人天小果 有漏之音 如影随形 虽有非识 帝曰 如何是真功德 祖曰 静置妙圆 体字空尽 如是功德 不以示求 帝又问 如何是圣地第一亿 祖曰 扩然无胜 帝曰 对阵者谁 祖曰 不实 这段话什么意思呢 我简单解释一下 梁武帝问 我做了造势写经 杜僧这么多事 有什么功德 达摩回答说 没有功德 武帝又疑惑地问道 为什么没有功德呢 达摩说呀 你所做的呀 都是图具形式的 小德 如影随形 表面上看起来有 实际上根本就没有 梁武帝问 那什么是真功德呢 达摩回答 美妙圆容的清净智慧 忘掉自己 达到空即无我的地步 这样的功德 不是靠世俗 这种有为来求得的 那梁武帝又问了 圣人追求的第一要义 是什么呢 达摩说 空空荡荡的 哪有什么圣人的 梁武帝 他说你这是 这话说的有点呛我了 那我正面前 这个对的人是谁呢 你就是你是谁呢 达摩说 我也不认识 这就是金刚经理说的 那个那个 记子有这么一句话 叫一切有为法 如患泡影 如路如意 如电 应作如是观 梁武帝是抱着希望而来 扫兴而归 达摩呢 也是抱着弘扬佛法而来 也是碰了一鼻子灰 说明两个人对 佛法的认知啊 不在一个层面上 一个没头脑 一个不高兴 达摩呢 现在我们分析啊 这个人的性格 其实是一个 特别内敛的人 甚至有点沉闷的一个人 不太说话 也有可能是因为 中文不太好 但是达摩却是一个 非常有智慧的这么一个人 这一次 这两个大男人 很不愉快 话不头疾 那么以我们 现在人的观点来看 两个人随手的对呢 梁武帝到底有没有功德呢 我觉得梁武帝是有功德的 弘扬佛法嘛 导人向善 这终归是一件善举 但是 这个舍身出家 利用自己皇帝的身份 绑架国家财政 这个真的 这个比索马里海盗还黑 甚至可以说 这是一种昏君的行为 应该做到的是什么样子呢 西方有句话叫做 凯撒的归凯撒 上帝的归上帝 世俗的生活中 你是一个国家的君主 你就要做好你这个君主的职位 这是修炼队的要求 信仰是你个人的追求 是你个人的精神追求 但是你绑架整个国家财政 这其实是一件昏溃的事情 如果你抱着一个 有求功德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去贿赂佛 那其实这是一颗肮脏的心 那么梁武帝的下场 其实也并不太好 后来发生了侯景之乱 这个下令不吃肉为戒律的梁武帝 最终饿死在寺院中 一个在位47年 活到85岁的皇帝 也给我们留下了后人 留下了这么一个千古的弹子 同样失忆的就是达摩 他也一样是默默无语 感觉自己东行之路到头了 南京不是久留之地 茫茫天下 谁人才能真正的去体会佛法的奥义 这一波 这木面袈裟 究竟应该传给谁呢 想着想着 他就走到了长江边 他就望着浩浩浩浩的长江水 不禁滔滔滚滚来 静默许久 这个时候梁武帝硝烟 好像也琢磨过味来了 不对啊 我怎么能把他放走呢 怎么能把佛宝木棉袈裟放到北国去呢 马上就派兵去追赶 达摩还在这看着长江水呢 这个岸上的百姓对他说 大和尚你是不是想过河吗 哎呦 这两国呀 素无来往好多年了 不同船只也好多年了 这个河是一个天险 没有船只可以过得去的 达摩心意沉沉 难道我达摩今天的路 就走到了终点吗 于是达摩在岸上折下了一只芦苇 双手和石 心中默念 我佛慈悲 如果佛义让禅宗可以在中国汉地落地生根 那么请加持我渡过此家 如果佛义不想让禅宗法门流传于世 我愿随长江水永辰江心 于是达摩踏上了这只芦苇 紧闭双眼 双手和石 一阵清风拂过 送这只芦苇向江心拾去 暗红色的木面袈裟迎风清白 走向他未知的命运 Oh my god 真佛呀 岸上的百姓倒头变半 梁武艺的罪兵车马喧嚣 达摩头也不回 江上只有一抹 加撒的红色的身影 像一朵盛开的花 很美 很艳 请大家点赞关注转发 继续听大雄讲 木面加撒的故事 作曲 李宗盛 唐红线家光阴四马去 谁家白首谁家染春衣 月唱西轩 有人间风拨音 谁在沉浮抹闻雨 冷酒难听 我芙蓉花的你 拂云少年最终之孤雳 西尘背茫 落人肩膀薄雨 差遣情淡于至极 木面摇 飘飘渺渺 揭露成霜之风 终身的寂寥 秋水雕 木木照照 临千环渺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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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转身的脚 年岁人过 只春风有可轻 昨日起周明朝远游起 海阔山阳 谁在长谷成雕 却倒一年花更熬 天涯曲奇妙 制作人 ут宿 缩 朝远 覆游 木棉窑 飘飘渺渺 街路成霜之风 终身的寂寥 秋水雕 木木照照 零千余香难渡 你转身的脚 梨扫卷肠 枯青丝细满腰 若雨淹落墨 探烧花老 木棉花开 几尺浸泡多少 你也孤舟归难倒 木棉花开 几尺浸泡 薄草 了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